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豆豆小师弟 欢迎收看我的探索新世界第83期 小伙伴们 上一期咱们发现这深坑里面 居然还有静态水没有消失 不过现在咱们先不管那么多了 先来把入口置一层透明玻璃块 全部都敲掉 敲掉以后咱们工作的话 进进出出也会方便很多 OKOK 累死我了 总算是快要敲完了 呃 留剩下最后一块可以站脚的吧 稍后忙完其他就再把它敲掉 现在下面入口置一圈 咱们要给它围上右面砖 这样看起来会更美观一点 那咱们又得飞上去 然后回到储物箱那边 拿上一些右面砖 好嘞 拿到右面砖了 现在咱们再重新跳下去 呃 下来以后 还得把这整一圈透明玻璃块给敲掉 呃 现在也没有站脚的地方了 咱们只能利用火箭背包 腾空飞翔着 把这整一圈敲掉 虽然有点消耗火箭背包 但是这应该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了 透明玻璃块敲掉以后 就还是老样子 继续利用火箭背包 飞在这半空中 把这一圈右面岩石砖搭建出来 呃 这一圈没有其他作用 完全就是为了入口美观一点而已 好嘞 最后一个搞定 实在是太消耗火箭背包了 赶紧停下来歇一会 嘿嘿 还好还好 已经把整个入口装修好了 现在咱们就可以把脚下的玻璃块给敲掉了 然后准备去解决静态水的问题 呃 还是先飞到这地面上来吧 然后再跑到那边缺口 进入地底下 现在咱们又回到安放蓝图的这个地方 然后从这侧面的缺口 进来检查一下 静态水没有消失的原因 后面 我直接跑到了这水族管里面来 才发现 这水族管最底部这一层透明玻璃块 没有全部填满 那我估计 应该是之前蓝图在生成的时候 还没有完全生成好 我就把新能块敲掉断电了 搞到这里 一大块区域都没有透明玻璃块 这下子又得纯手工来铺贴了 刚刚我又刷了一些透明玻璃块 现在咱们开着坦克 直接从这大入口 跳到水族管里面就行了 然后快速的游到 这一片没有搭建透明玻璃块的区域 要在这水里面工作 水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 我估计 还是得游到旁边这透明玻璃块的上面 好嘞 游上来以后 拿出透明玻璃块 开始我辛勤的劳动了 哎呀 这下子可真得累死我了 因为在这水下工作 本身就很艰难了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一下子就缺氧给挂掉了 也是没办法了 谁叫我自己粗心大意啊 看来这一片区域 要纯手工铺贴 估计又得铺贴到猴年马月了 被困在这水族管里面了 想要出去的话 估计得敲掉这入口侧面的玻璃墙了 好嘞 可以敲掉两块 然后直接就可以出来了 现在是天黑 先把天给放亮了 好嘞 然后再顺着水流游上去 把刚刚打掉的两个玻璃块给补上 补掉以后 应该静态水的问题就解决了吧 哎 什么情况 这下面还是一大堆水啊 完全没有要消失的迹象啊 后面 我又启动了这个区域的所有蓝图 张之动态水刀再运行一遍 看能不能把这个静态水给清除了 最终我才发现 原来是这透明玻璃地面 还有一些没有补充完整 现在我敢肯定 把这一排补完以后 下面的静态水肯定会消失的 最后 整个大深坑里面的水 全部清理干净了 中间比较亮的地方 就是入口的阳光照射进来的 然后周围黑暗的地方 生成的怪物倒是蛮多的了 呃 那就先把它们清理掉一些吧 稍后把整个深坑都点亮了 才不会生成怪物 接下来 咱们要做的事 是先把这里面这些细砂块 给清理干净呀 哎呀呀 这下面的细砂块还真不少呢 是因为之前 咱们没有从上往下去生成蓝图 而是从下往上生成蓝图 所以很多细砂块就掉下来了 现在咱们的头顶上 就是一个水族管和一个入口了 这下面就是咱们要通往到 地底下的大深坑了 这下面的怪物实在是太多了呀 稍后一定要把深坑给弄亮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半空中 怎么也剩下了一些 没有清除的方块呀 也不知道 是不是动态水道的清除问题 反正 现在咱们只能纯手工 把他们给敲掉吧